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多种迹象最近表明,基于ARM架构的PC晶片正在成为全球半导体巨头竞逐的新战场。 除了已经深耕ARM架构,PC晶片数年的高通、苹果以及正在预约预示的联发科和三星, 辉达日前,也被曝正在采用ARM架构技术,设计可运行微软、Windows系统的CPU。 同时,AMD也计划研发基于ARM技术的PC处理器。 两家公司的处理器最快将于2025年上市。 业内人士相关人士表示,近期苹果发表了M3系列处理器, 高通发表了新款PC处理器,骁龙X-Delete, 也想在TechWorld创新科技大会上展示了其首款AIPC。 随着各大厂商陆续发表最新的ARM PC和AIPC产品和规划, 整个业界对于PC产业的技术变革热情高涨, 这将大力促进ARM PC生态的迅速发展。 显然,这得益于ARM架构的部分天然优势和技术不断升级。 由于ARM所属的REST架构不需要复杂的晶片设计, 其能做到让晶片体积缩小,降低功耗,节省成本,提高效能, 并且也可以比X86所属的CISC架构应用更多先进技术, 开发下一代PC处理器。 业内人士相关人士进一步称, ARM架构指令的精简,使得平均指令运行周期缩短, 增加了通用寄存器以减少读写操作, 整个城市的执行效率与能耗比因此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从V7、V8到V9, ARM CPU的架构每一代在效能上都有20%至30%的增长。 如今,ARM CPU不仅在行动装置和嵌入式产品中坐稳阵地, 同时还在向桌机、智慧车、元宇宙、伺服器、超算和人工智慧等领域拓展。 他还表示, 就像自动驾驶驱动汽车业发生大的变革一样, 通用运算晶片的发展也正处于一场变革之中, 而ARM架构晶片在PC端的应用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焦点。 当然,国际大厂纷纷试水基于ARM架构的PC晶片, 也离不开苹果独立破局的鼓励和微软持续战略性的助攻。 2020年之前,市场上普遍认为, 英特尔处理器在PC端的统治地位无可撼动。 不过,行业分析机构The Register指出, 在苹果发表ARM系列晶片后, 一再证明其不仅在效能上可与英特尔和AMD处理器媲美, 而且通常效率更高,电池续航更长, 最终对英特尔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 如今,苹果的M3系列晶片将进一步鼓动, 业界进入ARM架构PC晶片领域。 至于微软,财务和战略咨询公司DRD Advisory执行长J. Goldberg表示, 该公司从上世纪90年代学到, 他们不想再次依赖英特尔或单一供应商。 如果ARM架构真的能在PC晶片领域起飞, 他们永远不会让高通成为唯一供应商。 与此同时, 微软也在一直鼓励晶片厂商将先进的人工智慧功能 构建到他们设计的CPU中, 这不仅有助于微软制衡苹果的Mac生态, 也将增强其对AIPC生态的软硬体资源整合。 业内人士相关人士曾指出, Wintel垄断了整个捉机系统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 不仅打造了一个强大的生态系统, 也影响了消费者习惯。 但这个联盟本身也遇到了巨大危机, 因为消费者已经感受到这个生态缺乏创新体验。 因此,微软正在寻求其他合作伙伴, 打造新的生态系统以更符合消费者习惯。 据了解, 微软曾授予高通在2024年之前开发 Windows相容ARMPC晶片的独家协定。 而一旦协议到期, 微软就会鼓励其他公司进入该市场。 目前来看, 随着微软和各晶片巨头进军ARMP架构PC晶片的决心和动能不断加强, 这一领域或将掀起新一轮混战或厮杀。 虽然混战降至, 但目前在ARMP架构PC晶片领域除了苹果就只有高通, 具有较强战力。 不久前, 高通在骁龙2023技术峰会上发表了全新面向PC平台的骁龙X-Delete。 其易经亮相便因效能优异成为业界焦点, 甚至被部分舆论成为王炸级产品。 在峰会上, 高通技术公司高级副总裁兼运算与游戏业务总经理Kedar Kandab表示, 骁龙X-Delete标志着运算技术创新的巨大飞跃, 全新定制的高通Orian CPU效能强悍将为消费者带来惊人的能效, 并将创造力和生产力提升至全新水平。 此外, 高通产品行销高级总监Peter Burns更称, 骁龙X-Delete是同类产品中最强大、最智慧、最高效的Windows处理器, 将为PC生态系统的效能带来重构。 按照高通方面展示的数据, 与旗舰ARM架构、CPU相比, Orian CPU单线程能力超过苹果的MR Max, 能耗减少30%。 同X86架构、CPU相比, 旗单线程跑分超过I9、13980HX, 能耗降低70%。 此外,骁龙X-Delete平台在GPU、NPU等方面也具备不俗的行业优势。 尽管骁龙X-Delete效能相对优异, 但业界也不乏并非十分看好的观点。 分析机构CCS Insight执行长Jeff Bleiber认为, 高通仅依靠晶片的处理能力, 不足以推翻当前的PC市场领导者。 英特尔根深蒂固的地位, 意味着高通必须与合作伙伴共同提供高度差异化的体验, 以及对渠道行销的大力支持和投资。 他还称, 高通在个人电脑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正在加深对成功要素的理解。 推出Snapdragon X-Delete平台是重要的一步, 但晶片效能只是高通真正渗透市场所需的众多要素之一。 此外, Semi-Analysis首席分析师Dylan Patel指出, 目前,Windows on ARM的最大挑战不是ARM CPU, 而是高通GPU驱动程式的相容性较差。 回答, AMD在PC领域尤其是GPU方面经验丰富, 没有面临这一问题, 他们推广, Windows on ARM可能会更成功。 显然, 高通也意识到了GPU相容性方面的部分不足。 开达Candep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尽管骁龙X-Delete中集成的Adreno GPU非常强大, 但不会限制OEM厂商将骁龙X-Delete和独立GPU搭配使用。 而这将促使高通骁龙X-Delete平台具备更强的行业竞争力。 但仅凭先进的晶片效能和改善, GPU相容性仍然不足以让高通取得显著成功。 业内人士相关人士表示, ARM架构在PC市场的进一步成功将离不开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伙伴的通力合作。 除了友好的晶片,作业系统和应用的适配优化也至关重要, 包括在其产品中不断引入对AI应用、大模型等新兴技术的支持。 而在这一过程中,创建一个开放和标准化的平台底层至关重要, 如此才能持续推进ARMPC技术创新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和生态繁荣。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援了。 谢谢。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